台湾当局经济部水利署参与其中的地层下陷防治资讯网资料显示 2017年度云林地区最大年下陷速率为每年6.7厘米 显著下陷面积366.2平方公里 下陷速率超过每年3厘米的主要乡镇有9个 其中包含台西乡 近日,在台湾西部海岸中段的云林县台西乡海源观光区海滴 记者见到了慈新有机农业发展基金会种树专案总监程李宜 我们在这边面临的就是台湾最典型的地层下陷的问题 而且这里应该是算是严重的地区 这边的地平面已经低于海平面大概将近2米了 海水是整个从地下 然后以及从各个缺口 土地的缺口倒灌进来 虽然看起来是有陆地 但是事实上它是像是泡在海水里面 据了解沿海地区养殖雨业发达 云林当地渔民长期超出地下水 是导致地层下陷的主要原因 此外,云林本地没有水库 养殖业、农业、工业、民生用水来源都是地下水 2015年起 慈新基金会开始在云林台西海源进行海岸造林 程李宜介绍说 人工湿地可以续接雨水、增加地下水、减缓地层下陷问题 如果我们在这边想要种树的话 其实它是难度蛮高 因为土地都研化 可是如果不种树的话 土地的那个下陷会更严重 如果能把树种起来 树可以定杀 会拦杀 然后另外呢 它可以 本身呢就会增加那个淡水的资源 它就是可以蓄水、含氧水 最初 程李宜想把外面水库没有研化的淤沙运进来 把地堆高种树 然而路途遥远 经费昂贵 让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 程李宜坦言 最初它堆在海边造林并没有信心 因此我们后来就是原地下挖 就是这边因为反而海水带来很多淤沙 所以我们就挖低两米 足高两米 这样高低差四米 云林县政府提供土地 企业赞助资金 慈新基金会的义工种树 种植木麻黄来防风沙 栽种黄锦来抗炎 选择马鞍藤、曼青等地备植物来保土定沙 我们其实用了一个方式呢 是挖了一个很大的四公顷的人工生态池 然后让倒灌的海水不会进到这个池子 可是这个池子反而可以续接很多的雨水 那雨水呢 在地表然后甚至下渗到地下 然后让这一带的土层呢 慢慢的呢 盐分就稀释了 然后另外呢 它也会补充地下水 然后让这个地层下陷的问题呢 能够比较缓和 由于台湾中南部海岸地区降雨量少 新灾的疫苗存活率越来越低 2017年 慈新基金会研发了专利环保水保盆汗水技术 将雨水或人工浮水收集到盆中储存 水保盆由壳降解的回收纸将制成 再使用一年左右会开始分解 回归大自然 一个比较平坦的一个基地 然后在这个基地挖一个适当的大小 先把那个树苗放到定位去这样 然后每一棵树苗它会配上一棵倒水绳 那这个倒水绳未来可以把这个水保盆里面的水呢 从盆子透过毛细现象把水倒到泥土里面去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会把刚刚挖起来的这些沙子呢 回填到刚刚的这个直屑里面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个盆子套上去 然后一个烟囱一个树苗这样子 2015年至2018年 慈新基金会已在多处研化地完成种树达31万多棵 海岸造林如今也在全台东西南北 十余个县市扩展开来 从最初的4公顷到如今超过85公顷 专案覆盖地点已逾15个